大家好 主播又出現啦 忙歸忙啊 我還是想要講一些幹話來紓壓 一本正經講有用的話還蠻爽的 雖然之後有可能被黃標啦 不過主播啊一點都不在意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談論什麼呢 角色分析講了 槍法講了 槍枝介紹講了 就連名詞都解釋了 還缺什麼呢 沒錯 就是生法 生法在這麼多的FPS遊戲當中 就屬iPad最有代表性 不管是Bud還是真有其事 今天啊就來教教新手演會的 鼎列級生法 讓你面對敵人可以不用怕 我們開始吧 首先啊 我們要先從最基本的生法開始教 也就是大家說到爛掉的 滑慘 滑慘啊 不僅可以讓你的移動速度加快 同時啊 也能閃避敵人的子彈攻擊 更可以比隊友更快撿到槍枝 或舔到好包 這個指令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助跑 蹲 滑 Space 就是如此簡單的生法 大家要用到變成手指的自然反應 這個生法要好好學起來 如果學不起來 影片就不用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啊 等等的鼎列級生法 一定會用到 接下來 我們還要講鼎列級生法的前置作業 第一 是滑慘 剛剛已經教了 第二 是你要找到一顆破片手榴彈 為什麼呢 等等會說到 第三 是你要將你的甲脫掉 有甲的話絕對使不出來 使用的話保證毫無效果 當我們前置作業都做完了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鼎列級生法啦 這種鼎列級生法 比較難的地方在於 你要知道破片手榴彈爆炸的秒數 如果沒抓好很難使用這個生法 依照遊戲設定 破片手榴彈從丟出去到爆炸 大約耗時5秒鐘 往地上丟 就是大約等3.141592653秒 也就是所謂的圓周率鼎秒法 大概在這個圓周率秒數的當下往前衝 沒有甲的你就會使出鼎列級生法 敵人啊 根本不知道你會被炸飛到哪裡 下一秒你就可以直接盡情的索爛敵人 當然 要在你還有血的狀況下 如果你的血不是滿的 千萬不能使用 因為你會直接倒地白給 敵人完全不知道你在做什麼小 這種頂列級生法是丟在地上的 另外一種是高拋雷頂列級生法 當然啊 你也是必須數3.141592653這種圓周率數秒法 但相對的你就不用移動身體 只要記得在那個當下按Space 但依照遊戲中的理論來說 只要你往上丟 手雷就是會在落地之前 也就是你的位置爆炸 所以高拋是另外一種 可能比較簡單的頂列級生法 所以善用圓周率數秒法 來達成你的破片頂列身法 這樣有懂嗎 這邊有幾個實戰範例 讓各位看看 為了讓各位更好記啊 我們通稱叫 圓周破片爆衝身法 簡稱圓破法 我們都知道有個身法叫TS 也就是Tabstraft縮寫 而這個頂列級生法呢 叫做Pibreak 英文簡寫叫PB 如果你會用 真的就是頂列級生法大師 如果不會用 也不過就加兩個字 頂列級擺給大師 反正都是大師 那我們也就不那麼在意 到底頂不頂列了 我是主播DSA 迫不及待去試試看了嗎 快去吧 打開桌面上的APEX 進行在地圖中 使用圓周率數秒法 飛向宇宙 浩瀚無垠啊 我們下期見